歡迎回到晚節新聞 上週 美國宇航局NASA 研究不明飛行物的獨立小組 分享了世界各地出現 神秘金屬飛行球的最新發現 美國宇航局研究不明飛行物的獨立小組 最新研究發現 除飛碟外 海洋、太空和地面上 還有一些無法解釋的現象 它們被通稱UAP 其中最常見的就是飛行的金屬球 這些基礎球體以不同的速度飛行 沒有類似車輛發動機產生的熱量 其顏色為白色、銀色或半透明 通常在1萬至3000英尺的高度 與多數商用飛機的高度大致相同 它們在100-100新報告上 每月的報告上 這個大致相同的大致 所以可能2-5% 只有一個小小的報告上 顯示信號可以為了解決定的 為了解決定的 與最高的領域的領域和考驗的力量 該小組官員們表示 到目前為止 他們還沒有成功攔截或捕獲任何球體 新唐人電視臺 加拿大記者站綜合報導